光复和凤陵两个乡镇近来受到花莲红火蚁入侵 不少民众和农民都在农田的田梗市区河堤 还有台九县的湿地入口处发现红火蚁的土丘 柔心红火蚁又开始活药蔓延 结果农民通报的光丰地区农会除了投药清除之外 也呼吁民众发现红火蚁窝千万不要扰动破坏 立即通报农会会投药处理 路旁这处土丘就是外来种红火蚁的窝 散布的民众看了直说广府市区内不只有这一处 那个河地上面比较靠那个过桥的那边 靠天堂场那边 对对对 广府湘还真的不只有这一处 结果民众通报台九县湿地入口处旁 也有一个红火蚁土丘的光丰地区农会 除了是极客到场投放药饵 也在乙窩附近进一步搜寻 希望能一网打尽 光复地区的红火蚁 目前大部分的那个就是分布状况 大部分都是在农民的田梗 还有在住户的花补山会出现 农民如果看到乙窩的话呢 先不用紧张 就是可以到我们农会来进行通报 然后如果有看到大漾的乙窩的话 我们会请您登记一些就是地段号 那土地的资料 我会请我们的施药人员过去协助帮忙 处理红火蚁的乙窩 2020年12月县政府首次接获在凤林镇长桥里 用红火蚁入侵案例 经国家红火蚁防治中心评估调查 锁定凤林与光复两乡镇 回花莲红火蚁热区 近日也频频接获农民或者民众通报的光风地区农会 也即可到场投药处置 首先如果有一般的民众或是农友发现乙窩的话 可以就是尽量不要去打扰到它 尤其是尽量不要用 就是自己网路上看到的一些 用火烧啊或是把它破坏的行为 为什么 因为如果这样子扰动那个乙窩的话 会促进他们赶快的分潮 那乙窩数量只会越来越多 就是这个行为是没有帮助于减少乙窩的产生 反而会增加乙窩 让他们快速去寻找下一个新的竹窩的地点 植物医师邱玉明指出 现在也有不少农民会主动请领菩萨红火蚁的药剂 共同防治红火蚁族群扩张 农会也特别呼吁民众 若发现红火蚁土丘 请禁述通报 会有专人来处置 千万不要扰动破坏 而间接助长 红火以分潮蔓延 大家一起来防治 守护台湾的土地自然生态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许 BA drop 评illa 描订阅 描订阅 赞设订阅 赞设计 赞订阅 33-A